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精神下降,头发花白,听力下降,排泄两阴,腿脚不利,牙齿松动 这些症状是老了吗?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衰老,是不可逆的 现在中医看来,这多只是肾气不足的一种症状 不足了肾气,这些情况就能比同龄人晚出现好十几年 白白得寿,好十几年呢 谈到补肾,大家都会说黑豆,醋泡黑豆 醋泡黑豆确实好 但是600年,京城老药铺里的老药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大国医,长寿有要绝的作者雷宇林先生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豆子的做法更好,不是醋泡 以辞三两,多年如一日,得以身引气 雷宇林老师有句话不太好听 但还是要写下来给各位看看 老子里面有句话 上时闻道,勤而行之 中时闻道,若存若亡 下时闻道,大笑之 意思是说,对得正确的事情 高层次的人听了会努力勤勉去实践 一般人听了和没听一样 左耳经右耳出 最不记得还有一种 听了你的自己不懂,还嘲笑你 我已经90岁了,日子宽裕,身体健康 一辈子受老天爷的照顾 如今也只能把肚子里这些养生保健方法和道理传授给百姓 真的再也无所求了 看人懂点养生法,对生活也有帮助 我的心愿就如此 法治黑豆,日吞两道七枚 转老为少,终其生无病 此法在雷宇林老师的药铺里面 已经成为传承百年的古方 药铺掌柜自己吃 有的掌柜80岁过了 肾脏还强壮 头发自然黑 骨头硬 牙齿硬 走路说话 中切十足 疾病看到这样的人自然就怕了 远远不上身 这个做法很简单 现在不拿来卖钱了 公开配方和制作方法 大家可以在家里做 本草港姆时宜评价黑豆说 腹脂能一斤补髓 壮力润肌 发白厚黑 久则转老为少 终其生无病 每日吞黑豆二七枚 到老不衰 虽然后面几句有夸大嫌疑 但前面几句 这些功效肯定可以达到 法治黑豆 日吃一两 一身引气 法治就是 教方古法的意思 每种用药都有定量的讲究 不如醋泡黑豆一样 酸色难以下咽 这种法治黑豆药的效用 体现更明显 下面把配料药剂发出来 适用人群 客人来了 给客人吃 小孩来了 给小孩吃 女客吃了 美容养颜 男兵吃 补肾壮阳 孩子吃了 名目长智力 老人吃了 固持黑发 腿脚灵便 材料 黑豆500克 沙院子 白吉梨 昌蒲 炒肚重 补骨汁 五个药材 各30克 再加上大葵香 炖肉大鸟 和套仁 这两种可以不加 治法 大葵香加上前面五种药材熬汁 水没过药 然后开始煮半小时 去渣取汁 泡黑豆与药水中 泡四个小时 让黑豆吃满药力 煮豆子 这个时候加入核桃仁和少许盐 最好是大粒子的海盐 如果没有 用食盐也可以 煮到豆子没有硬心 黑料为止 可以一次多做点 然后放在冰箱里保存起来 务必注意事项 炒肚重 药店买到的肚重 并不能达到使用要求 强烈建议大家自己炒肚重 用一斤食盐炒三十克肚重 大火炒热 中火反复烧炒至肚重双面焦黑 稍微用力撕剂段 炒制过的肚重 直接入下胶肾 增强补益肝作用 用于肾虚腰筒 阳尾滑筋 容易习惯性流产等 看看这些功能 你是不是买回肚重后 还要认真加工一下 选黑豆 一定要用熊黑豆 也就是各小紧实 黄芯的黑豆 熊黑豆健脾补肾的效果更好 滤芯的黑豆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功效 这些药物虽然看起来比较少见 不过都是比较安全的 药名就是它的药性 补骨汁就是补骨髓的 沙院子就是补肾的 大葵香就是开胃下气壮阳的 杜仲叶是补肾的 腿脚不好的还可以用它泡酒 白肌黎就是明目的 陶人贱脑 盐也是入肾的 是药引子 把药力引入肾枣 这些药物都是入肾经的 这个谷方好 好在综合各种药材食材的好处 能够给人体提供最大的帮助 用量 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当水喝 水喝多了还伤肾呢 这个法制黑豆 每天三到十克都可以 就是每天一勺 一两回就没效果 吃药还要消化呢 但雷宇林老师说 我就是想从我自己的亲戚朋友开始 把这法制黑豆介绍给更多人 熟人听了知道功效多 尝了之后又好吃 回家大货就会自己买了吃 一传十十传百 这样的方式就可以真正让人受益 不过 我口干舌燥 想将好东西散布于世 往往真实接受的人不多 我自己家 桌子上 一定摆着一盘法制黑豆 因为它做起来容易 吃了立马去超市 药店买齐就可以做 一年四季 随吃随做 老了得一些病症 即刻黑豆子试试看吧 先吃它一个月 说不定头发反黑 牙齿重固 腿角力就上来了 96岁爷爷吃了40年 分享一道养生美食 首先把黑豆倒入盆中 加入一盆清水 先把黑豆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之后 把脏水过滤出来 然后再加入一盆清水 先把黑豆浸泡一个小时 这时候我们再准备几个核桃 先把核桃掰成小块 掰好的核桃倒入平底锅中 全程开小火 把核桃翻炒一下 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防止它炒糊炒黑 炒核桃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大约5分钟就可以了 核桃炒好之后 把它放入碗中备用 一个小时之后 黑豆就浸泡好了 浸泡黑豆的水变成了紫色 是由于黑豆当中的花青素 溶于水导致的 浸泡好的黑豆 个个都变得圆鼓鼓的了 泡好的黑豆 用滤网过滤出来 接着把控干水分的黑豆 倒入平底锅中 先开大火 炒干黑豆表面的水分 炒干之后转小火 全程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使黑豆受热均匀 在炒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黑豆的体积慢慢地缩小 全程炒黑豆的时间 大约15分钟 炒黑豆没有什么技术含料 唯一需要的是耐心炒制 黑豆表皮裂开 并且闻到一股豆香味 黑豆就炒好了 炒好的黑豆颜色发灰 把炒好的黑豆彻底晾凉 接着把晾凉的黑豆 倒入研磨器中 一次装的不需要太多 大约是研磨器的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打黑豆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 这样打的黑豆粉比较细腻 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我大约打了45秒的时间 打好的黑豆粉 把它倒入盆中 接下来再把核桃的外皮去掉 核桃彻底晾凉之后 外皮非常容易地脱掉 全部去好之后 把它也放入研磨器中 打核桃的时间就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 时间长了 核桃会出油 大约10秒就可以了 把打好的核桃粉也倒入盆中 接下来用勺子把核桃 黑豆粉搅拌均匀 油响颗粒也没有关系 只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碗中加入两勺蜂蜜 然后再倒入200毫升的纯净水 用勺子把蜂蜜搅拌化开 然后再把蜂蜜水少量多次的倒入黑豆粉中 边倒边用勺子搅拌 直到最后 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接着用洗干净的时候抓一把黑豆粉 再手心按压几下 把它按压成圆形 加入了蜂蜜的黑豆粉 非常容易成形 全部做好之后 把它放入盘中 这个黑豆丸别看不好看 吃起来一股浓浓的黑豆香味 非常的好吃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可以保存半个月的时间 一天吃上一两颗就可以 小大爷是健身广场上的红人 他经常表演拿手绝活 赢得大家掌声 他从年轻时就跟着父亲习武 不管刮风下雨 一天都没有落下过 现在虽然62岁了 但是依然能做得起一字马后空翻 周围人非常佩服 俗话说 经长一寸 瘦长十年 小大爷一看就是个长寿体质的人 对此 小大爷微笑不语 人人只看到他表面的光鲜 却不知道自己为此付出了多少 而且自己习武是为了强身健体 并非为了其他 长寿体质的人 身体往往有五处较软 看看你占了几个 一 身体有五处较软 第一处 脚上的筋 年纪越大 脚越容易发凉 从腿到脚都是僵硬的 这就是因为脚上的筋变得僵硬了 脚是人体的根 养根就是养命 滋养好这条根 身体才有足够的精细 不容易衰老 平时可用拳头按摩脚底 垫脚跟 或者两脚对拍 每根脚趾也要按摩到 促进气血充足 脚上的脚就会越来越软 第二处 血管 人体不满血管 正是有了它 血液和养分才能奔向身体各处 但是在不良习惯 烟酒 衰老的影响下 血管不可避免的出现坚硬的情况 引起血压升高 有的中老年人 因为血管破裂出血 引发了严重病情 60岁后 血管没有硬化和堵塞情况 心血管风险比较小 令人羡慕 守护血管健康 关键在于 降低坏胆固醇水平 同时还要戒掉香烟 遵医嘱服用药物 第三处 肝脏 中国乙肝患者众多 病毒会损伤肝脏 加快肝脏硬化过程 因此 要规范抗病毒 同时还要科学用药 避免药物成分损伤肝脏 如果出现腹水 面色发暗 黑便 贫血等情况 可能是肝硬化或肝癌 而长寿体质的人 肝脏通常很健康 是柔软的 修复能力和解读能力很强 平时要注意养肝 多吃有利于肝脏的食物 适当运动 不要总让自己劳累生气 第四处 脖子比较软 有颈椎病的人 脖子就像打了石膏 踢头转头 十分僵硬 到达一个角度 就再也不能动了 而且还会沉僵 连带着胳膊和手指都发麻 脖子僵硬时间久了 会影响头部血液供应 经常头晕眼花 而脖子比较软的人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较小 血液供应更充足 第五处 脾气软 脾气软不是说像柿子一样被人拿捏 而是指这个人心态比较好 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 经常生气的人会损伤肝脏 还会对睡眠内分泌造成影响 久而久之身上的疾病就会变多 对寿命产生影响 脾气性格好 动得调节自己的心态 凡事往好处小 他们的身体不会太差 以上五处柔软 希望大家站得越多越好 能站两个以上足以令人羡慕 那么怎么样才能获得呢 1.肌腱柔软有弹性 需要长期坚持运动 40岁后肌肉力量逐渐衰减 肌腱也逐渐松弛 如果没有运动锻炼 患者很难抵抗疾病 经过运动 肌腱的柔韧性有所提升 肌肉也得到加强 患者的死亡率 心血管疾病风险 骨折风险都可下降 2.改善血管和肝脏健康 从健康饮食入手 老年人营养过剩或营养不良 都可能导致胆固醇过高 诱发脂肪肝 因此均衡科学的饮食结构非常重要 果蔬全穀物乳制品 对血管的损伤比较小 每天可以换着花样吃 而鱼肉虾肉猪瘦肉鸡蛋等荤菜 也要适当食用 保证有足够的能量 优质肉食不会增加肝脏负担 反而会促进肝脏修复 二 六十岁后 有四不想 别再和自己较劲了 一 不要再想熬夜了 年纪大了 要少做损羊事 晚上要早点睡觉 促进阴阳协调 保证每天睡眠充足 晨起时没有头晕 胸闷 心慌 乏力等现象 说明身体睡好了 另外 在睡眠时 机体会自我修复 对于炎症和慢性病有帮助 二 不要总想着省钱 节省是美德 但要看在什么方面 生病了 看病治疗不能省钱 身体不舒服了 体检不能省钱 平时炸过春卷 油条 鸡腿的老油不能省 要及时倒掉 一日三餐不可过度节省 可以种类多一点 分量少一点 让自己吃的全面 又不会太撑 三 不要想着保健品 能代替药品 人老了 难免会有高血压 高血脂的问题 有的老人平时很节省 却把省下来的钱 拿去买保健品时 乱吃保健品 有可能造成肝肾损伤 还有可能买到 假冒伪劣产品 老年朋友 要理性对待 生病了 正规治疗 四 不要想着运动治百病 老年人 适当运动 有助于提升身体素质 但是不代表运动 是万能的 而且不能和他人攀比 过度追求补水 如果和自己较劲 有可能会走伤关节 运动只能辅助改善 疾病症状 不是万能药 真遇到了问题 还是要到医院 规范检查治疗 三 决定寿命的长短是保持运动 心态好 美国的一位导演 跟踪拍摄了三千名长寿老人 发现这些长寿老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心态好 而另一位科学家 也公布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在影响人类寿命的六大因素中 派在第一位的 竟然是心态好坏 而且经常锻炼 定期体检等行为 也很重要 一运动误区 研究表明 极端温度会加大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 目前早晚温差大 一定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避免过度运动 一切记早起猛跑 不吃早餐或不补水 就出门狂走猛跑 会导致血糖过低 早起时 人体血液更粘稠 特别是心脑血管病患者 运动风险更大 此外 凌晨时心血管病高发起 高危人群应避免清晨剧烈运动 二 伸个懒腰 伸懒腰能增加对心肺的挤压 增加全身的供养 还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收缩和呼吸的加深 大脑血流充足了 人自然感到清醒舒适 二 心态好 张明珠1905年6月22日生于上海 后随丈夫到北京定居 被誉为中国最美老受精的老人 一 爱美 洗打扮 颜色鲜艳 心情好 张明珠老人也喜欢打扮 平时穿着鲜艳的衣服 猪老年人也要爱打扮 爱漂亮 打扮好看了 心情自然会好 心情好了 身体也就好了 二 爱晒太阳 爱走路 张明珠老人晒太阳的好习惯 饭后或是散步时都要在外面晒一会儿太阳 三 睡到自然醒 饮食有度 睡眠要足 多晒太阳 多做运动 充足的睡眠 保证了足够的精力 也使得皮肤光滑润泽 富有弹性 四 有肉吃肉 有菜吃菜 饮食上浑素搭配合理饮食 张明珠老人的好皮肤也都源于此 三 长梳头 俗话说 每天梳头一百下 健康活到一百岁 养生论中曾记载到 每招梳头一二百下 可耶年益寿 中医认为 头为金鸣之府 其头部更是各种肌脉汇聚之地 中医理论认为 人体中的十二条筋脉 皆尚汇于头部 包括百慧学 前顶学 顽骨学 风驰学 神庭学等 头部穴位与筋脉相连 起到了运行气血的作用 气血不畅 即诱发严重掉发 白发 失眠 四 睡子午觉 国医大师张大宁张老 有个坚持了二十年的养生方法 就是睡子午觉 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是午时 半夜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是子时 子时睡觉可以养肾阴 午时睡觉可以养肾阳 子时阴气最甚 午时阳气最甚 借助外界的阴阳之气 来补充体内的肾阴肾阳 中医讲 子时不睡好奇阴 午时不眠 损其阳 损其养者失眠 好奇阴者失眠 有长寿基因的人 令人羡慕 但是那样的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人想长寿 要付出很多努力 需要从生活的续节入手 例如先改变自己的心态 不要和自己较劲 生气 再比如说从今天开始爱上运动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